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中暑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季的消暑饮品 酸梅汤的做法 天热的时候喝一杯 酸甜可口,好喝又解暑 准备的材料有乌梅50克 干桑葚16克 洛神花12克 干山楂10克 干草片6克 陈皮12克 还有干桂花1克 冰糖200克 这几样食材呢,有生津润造 清热去火的功效 在一般的中药店就可以买到 把这些材料全部装进网袋里面 再把网袋的口绑紧,绑结石 准备一盆凉水 先把网袋放进凉水盆里浸泡几分钟 这样呢,不仅可以去除一部分的中药味 还可以泡出材料里面的灰尘 浸泡好后,再冲洗几遍就可以了 下来往锅里倒入4000克的凉水 进去烧开 酸梅汤呢,建议用不粘锅 或者不锈钢锅 一定不要用铁锅 等锅里水烧开后,再把网袋放进锅里面煮 转中火,煮20分钟 把这些材料的味道和功效彻底的熬出来 20分钟后,再把冰糖倒进锅里 熬5分钟,把冰糖熬化开 现在酸梅汤熬好了,关火 等酸梅汤晾凉后,倒进一个干净的盆里面 这个料包呢,还可以再重复使用一次 再用保鲜膜包住 放冰箱里面,冷藏几个小时,口感更佳 喝的时候呢,可以往杯子里面放几颗冰块 再把酸梅汤倒进杯子里面,就可以喝了 酸甜可口,好喝会结束 而且还有轻热去火的作用 天热的时候,喝这么一杯酸梅汤 实在是太过瘾了 干杯 干一下 我先喝一口 好喝 好喝吧